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年坑固我们的烂尾剧 这个排名比较主观 完美从我看过的电视剧中 挑选烂尾烂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第十名 一千零一夜 这个结局真的蛮好笑的 本来男女主甜甜蜜蜜 忠诚眷属 最后30分钟男主买了个大钻戒 打算向女主求婚 8 7 6 5 4 3 哇哦 他真的从天而降了耶 强行安排一场车祸来虐 我也是罪了 第九名 可拉猎人 烂尾剧有人提名可拉猎人 我觉得他不太符合 这不哪里是烂尾哦 他明明就是从头烂到位 但不反爱 他的结局骚到我了 可拉猎人的女主角有多表 我就不多说了 男主把女主甩了 女主本来已经决定和男二结婚 你看他在婚礼上笑得有多开心 十个人都看得出女主心里还想着男主 男二就说 如果你想找他 现在去机场还来得及 我想把军令全交给你 你决定 女主呢 他沉默了 男二见状心灰意冷 用逃婚来成全男女主 女主就崩溃了 他对男主说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让我伤害了男二 大姐 只要你和男二表态 你不想和男主在一起 男二也不会逃婚啊 女主还表示 啊 虽然我心里还爱着你 但是 我们对不起男二 不配幸福 所以他拒绝了男主 和男二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说好的不配幸福呢 我的三观都被震碎了 Ren身为外国友人 飘扬过海 远赴中国 只为和女主谈一场长达67集 最后一集被甩的恋爱 真的是干天动地 嗯 还是文文和沈总最可爱 第八名 爱情公寓 爱情公寓系列一直被骂抄袭 但因为是很多人的回忆 所以他达着情怀 推出大电影的时候 有很多粉丝买账 当粉丝们走进电影院 发现 自己被骗了 明明就是爱情公寓之盗幕笔记外传 说真的 如果爱情公寓在上映前 老老实实承认是和盗幕笔记搞联动 或者是不抄袭拆出点自己的东西 给个完美的收尾 粉丝们也愿意掏钱 这样无下心的圈钱 不仅烂尾还诈骗 第七名 都挺好 可能很多人会反驳 觉得都挺好 不算烂尾 都挺好的制作一直保持高水准 大结局 逆大红和姚诚 更是贡献了教科书一般的演技 但是 我就不吐槽苏大强秒辨慈爱父亲这个巨大的bug了 明玉的悲惨被完全抹去 两个哥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冷漠 苏大强没有反省自己对女儿的失职 这种悲惨的结局 其实也挺现实的 但你不能把它渲染成大团圆啊 这是为了迎合传统的大团圆 是虚假的大团圆 这种结局 对明玉 对被原生家庭不公正对待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我更喜欢小说的结局 小说里的名誉想清楚了 和苏家人淡淡如水的交往就行 他不寄予厚望 也不恨之入骨 他没有和其他人和解 他只是和自己和解了 这才是真正的 都挺好 第六名 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这局刚开播 花风之感秒杀其他国产剧 结果21集之后开始注水 22集 三人主开始男女主婚礼上的策划 脑补了小半集 第24集更夸张 男主被打回原形之后 直接跳回忆 开始讲女主爸妈的爱情故事 大结局 最后五分钟男主才上线 然后 全剧中 第五名 奶酪陷阱 邻国的斯密达 韩剧也是烂尾专业户 但那个这么发指的 是我见过的第一部 我难得碰上一个超级带感的腹黑男主 以及一个如此贴合人设的嫖海症 前八集我笑嘻嘻 后八集我妈卖啼 我真的掉进现金里了 掉进了钢琴现金 男二和钢琴的戏份越来越多 男主的戏份越来越少 基本出现在预告里 结局更是烂得一批 强行分手 强行虐 最后草草给了个开放式结局 第四名 独家记忆 青春第一场牌 小唐人推荐给您 让您享受先吃糖 后吃食的极致体验 认真选演员 又缴写剧本 用心捧难饿 最好的我们原创了 莫二代陆星河 我忍了 你好旧时光一级出场 八秒的羚羊 我忍了 起码没有影响到 主角的感情线吧 而独家记忆 变本加厉 前十八集 是有点小暧昧的失神恋 男女主嬉皮感爆横 莫老师真的是太帅了 然后 十八集男女主吵架 十九集男主出国 最后五集男主全程下见 全是女主薛彤和男二留起的感情线 最后一集 女主还是男二的女朋友 恋人还甜甜蜜蜜 最后的两分钟男二跳水里 女主顿悟了 我该做出决定了 然后 她就变成了男主的老婆 女主男主男二粉被强其喂食 官方表示 结局被剪成了番外 看番外吧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然而 依旧是狗改不了 吃屎 依旧着重描写 男二多么深情 到了最后三十分钟 男女主突然和好 最后十分钟求婚 再痛扑上求婚 没错 这个求婚做的还没有人家男二退场那么上心 最后三分钟 怀孕 原主女主和男二分手 很大一部分是两人三观不合 剧版不仅没有解释 为什么女主选择了男主 把男女主塑造成了渣男剑女 一部青春剧变成了狗血无聊的三角恋 PS 导演还表示观众年纪太小 不喜欢群像剧 同样是女主和男主分手之后和男二在一起 人家糊尔惊吓拍出来没被人骂 而你被人骂了 你怎么不想想是你自己的问题呢 如果番外放正片里 估计独家记忆会跌下7分吧 我把它拍到前五的原因是 老子我三月初写了一篇独家记忆的案例 想着等番外出来的时候补充一下 现在案例也拿不出手了 这样欺骗我的感情 不放前五 对不起我逝去的青春 第三名 迷雾 迷雾从2018的开年神剧 变成了一部马力苏烂尾剧 从豆瓣9.1跌到了现在的7.3 她一开场给大家设了个悬念 女主角卷入了一场情色凶杀案 涉嫌伤害前任男友 她的律师老公依旧为老婆辩护 观众一直好奇凶手到底是谁 到了大结局才揭晓 凶手就是老公 我能理解编剧是想写歌 今天大反转 但你把反转现成了反制啊 挖了好多坑把自己给坑死了 首先死法很蠢 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运动员 一个是平时做办公室的上班族 运动员被上班族老公推了一下 然后运动员就当场去世了 是的 你没看错 真的就是当场去世 其次老公的人设分了 她原先设定就是正义的律师 自己过失杀人 没有去自首 反而利用专业知识 伪装成交通事故的假象 逃脱罪责 顺便嫁祸给自己的老婆 一个学法律的知法犯法 事后还一脸正义的质问女主 又没有杀人 还能心安理得的和受害人的老婆吃饭 一下子从痴情中全男 变成了变态杀人狂 老公仍设分她的另一个原因是 男主的扮演者池珍希表示 她刚开始也不知道 是到了最后几集拿到剧本 才知道自己是凶手 编剧 你好歹学学人家明星大侦探 给演员一点暗示啊 最后老公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一位女主有个备胎 她表示 啊我深爱女主 所以我要帮女主的老公顶罪 所以受害人是我杀的 受害者死的时候 你在监狱里啊 你怎么可能杀人 我在监狱里买凶杀人 然后 警察就真的拿她 没办法了 编剧 我找黑警察是你们那里的惯例 但请不要这样侮辱警察的办案能力好吗 然后 逃脱罪责的老公内心不安 自杀了 你这样让备胎情何以堪 起码先自首认罪 让人家备胎从监狱里出来呀 这是我见过的最高开低走的韩剧 没有之一 第二名 招摇 在烂尾剧里 招摇绝对具有话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我只是想看个古偶 没想到看了个烧脑片 我还要给剧情排序 因为前后剧情都衔接不上 但女主为一件次死男主的时候 你以为这是bad ending 换风一转 她告诉你 这是梦境 没错 她先后出现了三个结局 bad ending 开放式ending happy ending 我本来以为这个剪辑已经够魔幻了 最魔幻的来了 上一秒夫妻团聚决定浪迹天涯 下一秒 字幕说 这是照有立成岚的一双儿女 没错 不到一秒的时间 她们 自己生了自己 而且 你她们能不能要点脸 这明明就是第二集男女主的片段 你以为换个配音我就看不出来了吗 你连口型都没有对上 所以啊 咱们这次出山 不说重现爹娘当店风光 起码不能辱魔家门 不然我们这样 先连以下保命绝学 那你开始吧 遇到厉害的不要硬跟人家打 打不过就跑 跑不过的话 认个怂也没什么 我在这里等你 弟弟看着姐姐的眼神居然这么深情 这明明就是立成岚在看周游的眼神 天热 就完全可以投稿迷惑行为大伤了 第一名 郑魂 郑魂是我2018第一部真情实感追的国产剧 所以给我的暴击是很大的 难得碰上演技颜值均在线的演员 剧本大概就是 唐里有史 实力有玻璃渣 玻璃渣有毒 从那以后 我看过的所有烂尾剧都像他 他开创了 she the ending的模式 开创了观众亲切慰问编剧的先河 看大结局的我 宛如一个神经病 上一秒泪眼婆娑 下一秒突然爆笑 等着到我的肚子里 看着我完成霸眼吗 怎么又来 居老师 我还是对不起你 看你掉下来那么多次 我还是笑出了声 混进肚子里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傻逼了 而且这个反派经常乱吃东西 你看 他的肚子里居然有 纸箱 吉他 哦 还会掉灰 宛如一个吸尘器 外加垃圾桶 最后双男主还纷纷领了便当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现在的编剧 就那么喜欢把原著的happy ending 改成bad ending 你们是想报复社会吗 对比一场深美 我突然觉得去年的香蜜 真的是太良心了 魔戒公主那条线 对主线没有帮助 但起码不影响主角的感情线吧 起码主角们的人设没有大奔吧 起码人家的大结局拍得挺还原吧 今年的东宫 中间魔改魔剪 但起码各种名场面 大结局拍得好吧 对以上烂尾的电视剧 我真的是非常心痛 因为其中有的 本来可以成为经典 他们本来是可以拍成更好的电视剧啊 可惜 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了 今天娃美就吐槽到这里 你心中烂尾的电视剧是哪部呢 还有哪部烂尾的电视剧 你觉得娃美没有讲到呢 欢迎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补充 推荐收藏点个赞 关注娃娃娃美 说不定娃美下一期就做助水剧的吐槽哟 DAC affected 我为藍緒 ninete yield 我可以选择 打掌 一当 吐槽